大家好,我是Stan 从客厅搬到房间里而已 韩国一名女性Amo得知自己的未婚夫是那个事件的加害者之一后 决定解除婚约了 最近在韩国论坛普贝地里 Amo发布了标题为 与那个事件的叮叮解除婚约的贴文 Amo表示 与未婚夫谈了四年的恋爱 原本计划于今年十月结婚 然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使她决定解除婚约 她发现未婚夫竟是那个事件的加害者之一 Amo接着表示 她与未婚夫最初是在支援服务活动中相似 两人都被彼此的善良所吸引 进而坠入爱河 然而当那个事件最近再次成为话题时 Amo开始对未婚夫产生了怀疑 这也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Amo和她的家人对那个事件感到极大的愤怒 但是这位未婚夫的反应有些异常 当Amo的家人看到那个事件的相关新闻 并谴责加害者时 未婚夫反而指责Amo的家人说 你的父母两人退休后闲得无事 才会如此反应 你姐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没有孩子 这种反应让Amo开始怀疑 未婚夫可能与该事件有关 在该事件引发的激烈争吵中 Amo对未婚夫说 你是因为他们是同乡才袒护他们吗 你们年龄也差不多对吧 这时未婚夫突然表现出 她平时未曾显露的一面 她将手中的汽水瓶扔向Amo 随后她开始对Amo大喊大叫 做出要挥拳打人的动作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最终当天晚上未婚夫离开了家 Amo对未婚夫的态度感到害怕和恐惧 最终决定与姐姐一起调查未婚夫的过去 姐姐认为 有必要确认未婚夫是否真的涉及该事件 因为未婚夫的家乡是密洋 年龄与加害者相仿 而且对事件反应异常敏感 这些都令人感到可疑 最终Amo要求未婚夫给出直接的答案 未婚夫起初强烈否认 但在压力下 最终承认自己当时确实属于那个群体的意愿 虽然未婚夫不是44名主要加害者之一 但她却是与该事件有关 听到这些话后 Amo决定结束与未婚夫的关系 Amo强调 她并不是仅仅因为未婚夫是密洋出身 且年龄相似 就决定解除婚约 她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 是因为未婚夫袒护加害者们 并且无法理解她家人的痛 这种态度让她无法继续这段关系 Amo在文章结尾写道 你不是每天都在找朋友的名字吗 基因你不在那44个加害者之中 就觉得你没做错吗 你应该正直地反省自己的一生 当时那个事件有75人是未起诉处分 所以严格讲起来 与该事件有关联的人总共是119人 不久后 Amo删除了她最初发布的贴文 但为了证明该文章的真实性 她公开了与未婚夫在Kakoto上的对话记录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那个小地方有超过100名的加害者 亲属们都要坐监了 所以当地有影响的人士联合起来 对警察 检察官和法官施加影响 让这些加害者避免了前刻的事件 这位女士的祖先帮了她一把 能在结婚前解除婚约真是千万幸运 她们是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认识 都参加了志愿活动 她也没有真正反省自己的过错 只是在做表面功夫 这种双重性格真是让人无语 实在令人失望 唉 如果真的结婚了 婚礼上可能也会有她那些朋友们出席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虽然这对你来说很困难 但这确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真正可怕的是 就算她不是那44人中的意愿 但她至今仍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一直以来都在为加害者辩护 让他们当作受害者看待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可是如果她已经被不起诉处分 并且之后的人生都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是不是应该再给她一次机会呢 她可能会觉得有点冤枉吧 所以 对于被不起诉处分的这位未婚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